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想到健康 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头痛的经验 有些人的头痛是突如其来的 还有一些人跟老板开会就头痛 还有一些人晚上睡着睡着 也不知道是头痛还是神经痛 都会影响到睡眠 那特别是这个长期跟头痛跟疼痛 和平共处的观众朋友 还有一些人是随身背着止痛 或者消炎药的 那实际上到底头痛怎么样 尽量来根治尽量来改善 待会这一节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欣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萧晴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敦池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其实很多上班族都有头痛的毛病 而且有些时候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 睡眠比较不足 或者是有一些人 比方说肩颈的酸痛久了 好像都还会影响到 这个头部的健康跟头痛 那特别是有一些头痛 是突如其来的 说痛就痛 那于是在台湾其实 依赖止痛药的观众朋友 也蛮多的 事实上头痛有不同的状况 而且不同的症状 不同的状况 它背后可能反映不同的原因 是 您刚才讲很重要 就是说他这头痛 也许你是一个痛而已 可是后面的问题你不知道 我现在讲一些异常头痛的状况 我跟各位分享案例 那大概是五年前 那个男生是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很规矩的上班族 没什么任何的不良 是没有抽烟喝酒 他只跟他太太讲说 奇怪最近一两礼拜 他觉得说好像这个头的一边会痛 然后呢好像刺刺的顿顿的 然后他就拿那个一般 我们讲外面的乙气氨酚 止痛药给他吃 那吃又会止痛又好一点 后来又好像又不舒服 然后到附近诊所 附近跟他讲说 你是压力太大 一样又开止痛药给他 开个肌肉松脂剂 也问他说你是晚上睡不好啊 他说好像睡不好 对 失眠的关系 又该加药 两起药也正常 后来到第三礼拜不行 他就越来越痛 他就不舒服 那当然先到神经内科看 神经内科他诊断说可能是偏头痛 然后呢就跟他讲说 那要去排个脑部断层 那排脑部断层 照完之后不对啊 他好像在鼻腔后面的地方 颅底 就我们在脑子最深的地方 鼻炎腔的地方 看到一个厚厚的阴影的地方 那赶快撤到耳皮后来 那我们在做那件事情 发现原来是一个鼻炎癌 那因为鼻炎癌来讲 他长得肿瘤 刚好在鼻腔最深的地方 长得最深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会往颅底 就是颅的这个底下 往上侵犯 所以他会吃到那个脑部会痛 那这种痛来讲 已经顿顿的 那当然后来我们做切片 后来再做详细检查 结果他居然是第四期的鼻炎癌 但是第四期鼻炎癌来讲 在做化方来之后呢 效果还不错 控制也蛮稳定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说 不寻常的头痛 但是不要听刘师讲 哇一头痛想到鼻炎癌 没那么恐怖 我只看到那一句 对对对 我是怕这样子 好OK 那这个如果是变本加力头痛 你好像我就是每个月的生理期 来会头痛 可是呢 最近这两次越来越痛 那就变本加力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有颈部异常的僵硬的头痛 当然这种异常的僵硬头痛 我们最怕是什么 譬如是感染的这个脑末炎 你如果感冒了之后呢 或者小朋友 突然颈部僵硬疼痛 当然有些是这个 很高的高血压 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绳子不轻 我想这种绳子不轻 你也不会待在家里放的 他不管 一定收到精神室 这一般是怕中风 或者脑瘤 或者有什么特别状况 那手脚无力 麻木的这种头痛来讲 他既然会 已经产生手脚麻木了 一定是脑部里面中组神经 要么就是肿瘤 要么就是一些特别的出血 或者有一些病变 压到神经 让我们控制手脚的神经 开始不灵活 这个当然一定要 赶快去看医生 另外我们最担心有一个叫 受伤或激烈运动后的头痛 这很多人不知道是危机 因为譬如说 我们以前碰一个男大生 去打篮球 打完之后 他就好撞一下 回来没什么关系 可是居然一睡不醒 送到医院去 这个脑部里面一个动脉的破裂 就这样往生好 所以受伤或激烈动作头痛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新发生的头痛 什么叫新发生的头痛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是个孕妇 你这个在孕妇的后面 最怕指添前症 以前指添前症的血压突然高 突然头痛得要命 送到医院去 哇这个很怕 这个头部的一个血管出血 另外譬如说 你本身来讲 你是个种的病人 你控制非常稳定 结果怎么突然发生头痛 以前我碰过案例 乳癌十年了 控制非常稳定 他因为头痛两周到医院去 依照脑部的断层 发现居然有新的脑部转移 的一个肿瘤病灶 所以这种新发生的头痛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反正这个如果说各位朋友 看到这种不寻常的头痛警讯 不要自己当医生 去找医生看吧 真的 那问一下新美颜医生 这个很多观众朋友 头痛说来就来 说痛就痛 有些人比方说压力大 或者睡眠不足 睡眠不好的时候 隔天一早醒来就头痛了 那但是很多头痛 事实上也不容易找到 根本的原因 所以其实头痛跟 比如说头晕 这都是我们很常听到 有人在抱怨的症状 但是其实在医生里头 这个头痛可大可小 可简单可难 所以其实它可以是一个 我们很容易开一些东西 就马上缓解的问题 也可能他需要 这个病人需要到处求诊 最后才发现 我之前有个病人 40多岁来 因为他一开始就讲他头痛 我心里想说 这个我们很常治疗这种病人 我心里想这个简单了 在问诊的时候 他下一句就讲 医生我会来找你 其实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耳鼻喉科 看过了神经内科 看过神经外科 看过骨科 大概头这个地方相关的科 比他全看了 我听到这里 我心里想说哇 惨了 因为基本上神经内科 已经很专业在处理头痛 但他们都没辙 那时候我就细问他的症状 他的症状其实有一点像 我们所谓的张力性头痛 什么叫张力性头痛 就是我们的头边边 也是有很多肌肉 在你白天紧绷的时候 他会让你 比如说我很认真的在工作 我的身体是不自觉的肌肉缩缩 在这个时候过了一段时间 双侧对称性 很像胀痛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的头痛 他只要睡觉都OK 早上起床也都OK 只要他开始上班 头就开始痛 到下午头痛的最严重 他一回到家又不头痛了 我听起来就非常非常像 我们比较简单 可以处理的张力性头痛 但在比对他看过的这么多科医生 吃过了类似的药 完全没有效果 我心想说好奇怪 到底背后还藏着什么原因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刚好要请病人 签一个所谓的像同意书的东西 要给他看 那病人就 护理师就把这个纸 拿到病人的面前 就刚好这个动作 病人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突然有个动作这样 我在那一天的前两个礼拜 我刚好陪我妈去配老花眼镜 我就有印象 我妈妈她以前也会做这个动作 那我妈妈配的老花眼镜比较特别 它是上面的镜片跟下面镜片 是两种不同的镜片 我就再看了一下它的镜片 它的镜片是同一块的 因为我不是眼科 我不知道我就顺便问她说 你眼镜最近有没有改过 她说没有啊 就杜处都一样 一直都没有改啊 我听我就说 不然你先去看一下眼科 一回来 眼科医生跟她说 她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得老花了 所以其实回归她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疼痛状态 就是她上班的时候 她必须要看镜的东西 但是她的眼镜是不适合的度数 所以以至于她的眼睛的这个收缩 造成了很像张力性头痛的症状 后来我其实真的有去跟这个 做配光的配光师问过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有很多的民众 他们最后一关 头痛的最后一关 竟然是眼睛的度数改变 造成的头痛 所以其实头痛千变万化 我们可能今天会提到的很多 是跟疾病有关的 但如果你疾病找不到 你不妨看看眼睛度数 很有可能只是老花 一解决头就不痛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谭老师 也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这个要分享 大家做的是厉害的流行的 这个韩式的安东炖鸡 所以谭老师用的是 韩式的麻油跟辣椒酱 是 对 唯一没买到的是韩式的酱油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韩国人基本上 这样的这个炖鸡 事实上他会炖多种的蔬菜 所以老师今天辛香料 还有葱 还有蒜 然后洋葱 红萝卜跟马铃薯 那今天准备了鸡 这个鸡块是去皮去油 那还可以搭配的 红黄椒 红黄椒 葱 那这个还有一点点这个海鲜 海鲜 对 好 那今天的配料 我们看一下安东炖鸡的配料 这个是韩式辣椒酱 是 因为辣其实要平衡一点甜度 所以这个是黑糖 对不对 对 因为它是为了让它那个 那种这个风味的颜色出来 那要不然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一般的糖就好了 但是我看他们就是都会用一些黑糖 让它的那个颜色更漂亮一点 那我们现在再放一点油 爆香我们的这个葱跟蒜 对 这个我们的蒜只要放一半就好 为什么 它我们剩下的要把它最后拌进去 让它的味道会比较香 对 因为后面生蒜的味道会比较浓郁 对 然后韩国人我觉得他们的麻油跟芝麻 也都特别香 是 真的是 我自己买回来之后才发现 真的是蛮特别的 他们的真的是比较香 你很明显的发现 韩国人的麻油 跟我们台湾人用的麻油不大一样 是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麻油很香 但是他们的香味跟我们的香味 好像不大一样 我觉得不大一样 他们不知道有加什么 他们也不像我们香油的味道 对 但是也没有我们黑麻油那么浓 跟那么燥 对 我们的 他们是什么 麻油炒过了 芝麻炒过了之后再去炸油 所以颜色也比较深 所以我们一般台湾的所谓白芝麻油 可能没有炒过 就炸油 然后黑芝麻油 因为黑芝麻跟白芝麻 还是有一些那个本质的差异 所以黑芝麻是比较燥跟比较浓一点 那他们的芝麻油是比我们的清香油 白芝麻油香 可是又没有我们黑芝麻油那么浓 对 所以有差 我们把鸡块跟红萝卜跟洋葱都可以放下去 然后我们再放这个酱下去 好 就糖跟辣椒酱是互相平衡的 对 那酱油就最后放 因为这个要让它稍微有点着色之后 我们再来放这个酱油 那我们就加水就好了 所以它其实真的有一点点炖鸡 它只是让那个酱料 可以吃到所有食材的味道 对 我们就让它有那个味道出来 那我们的洋葱在这里 我们就不要太早放进去 因为我们要吃它是有脆度的 好 那所以我们先让这个大火继续煮 这个盖上锅盖稍微炖它 它一直以来很常会跟它的这个 亲朋好友抱怨说它会头痛 但因为这个头痛已经太久了 它根本就不觉得怎么样 做何时共振脑癌 好 其实有偏头痛 再加上你如果有高血压 或者是心血管足迹 发生脑洞中的机会是三倍 顿叉的同时请教一下魏医师 刚刚讲各式各样的头痛 急诊室的医师也会遇到 对 那其实有一个族群 是因为外伤之后的头痛 那其实外伤对我们急诊室医师来说 我们评估这个到底你伤势 会不会造成你脑出血的头痛 其实跟你一开始的撞击的 受伤的激转 或者是你是不是刚刚的激转的撞击 那个你当下就可以判断它的严重度 但是有两个族群 我们还会更小心 第一个就是年纪太小 小于两岁 因为像这类的小朋友 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 你可以很仔细的去跟他做一个问诊 还有他一些身体血变化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评估 那小朋友就很难 那第二个族群就是老人家 我们大于65岁的老人家 他不仅是脑部已经比较萎缩 所以他的头盖骨里面 有一些空间融入那些血量 所以症状不明显 那第二个是因为血管也脆弱 所以很容易因为撞击 有一些延迟性的脑出血 那我曾经遇过一个80岁的老人家 那其实他来急诊 他的主数是我最近食欲不好 全身没力气 那这是很多老人家 会来急诊的主数 那他只会觉得说 头昏脑胀 头昏昏的 那其实一开始帮他做了一些血液的检查 都正常 那我就是帮他在急诊做流关 因为老人家没有体力很常见 那流关过的时候有过了中午 那我再去看看那老人家的状况 就问问旁边的照顾者是一个外傭 那就问那刚刚爷爷有没有吃东西 他说有 我有喂他吃东西 我说爷爷平常需要人家喂吗 他说没有 他在这一段时间的不舒服 他才虚弱到 没有办法自己拿碗筷吃东西 才需要人家喂食 他不只是没力气 他是右侧是更没力 有一侧是比较没有力气 那时候才帮他做了一个头部的电脑断层检查 就一检查发现他有一脑膜下处血 那个血块大概已经两三公分厚 已经造成脑部的压迫了 那这个血块看起来也不是新的 我们在急信呢 电脑断层下面看到的血块是非常的亮 但是那个血块已经是 已经是花花黑黑的 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 后来疑问之下才知道他两个礼拜前 其实曾经有滑倒撞到头 那当下其实他这个碰撞他起来之后只觉得头痛 他当时这个疼痛也没有让他困扰太久 因为他几天后他就觉得这个疼痛已经慢慢的缓解 而且他在刚跌倒之后这一两天 其实他的活动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很在意这个撞击 所以这边其实要提醒大家 我刚刚有提到这两个族群 一个是年纪很小的 一个是年纪很大的 不容易判断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临床症状去 让你去小心观察这一类的病人 比较明显的当然就是单侧无力 这个你大概会注意到 还有非常剧烈的头痛 或者是他已经几天后开始意识不清 这个你都不会去忽视 但是有几个特别的症状要再提醒大家 第一个是我们中央的头一定是会脑震荡 你一定会头痛头晕甚至想吐 但是当你的呕吐是那种喷射式的呕吐的时候 代表你脑压已经上升了 这是一个征兆 那第二个还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三天内也就是72小时 其实我们到三到四小时还是要去观察 病人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症状 尤其是他曾经在当下撞击 有短暂失去意识 这种失去意识 有可能他撞击之后他可以清醒的 那可以代表说他当时撞击力量是很强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脑子里面的动脉出血 他可能因为撞击力量很强 他破掉了 可是他当时一开始的血块没有很多 他不会有任何神经学症状的 可是动脉压力是很大的 他可以高过脑压 所以他其实他可以慢慢在里面渗血 当他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会再失去意识 所以这类病人很恐怖 他可能在现场曾经晕过去 但是他可以清醒的像正常人一样 可是在几个小时内意识迅速变化 所以这种清醒也要赶快送医 因为他有可能是伤到大脑里面的动脉 造成了硬脑膜上出血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家里头有小孩的 小孩成天碰撞 对 并不一定是重大车祸 有些小孩就很爱跑 跑就跌倒 有些小孩小孩跟小孩玩 他不知道那个轻重 有些小孩就这样一推个别的小孩 有些时候后脑袋就直接倒 对啊 那你怎么处理小孩突然的碰撞 新手妈妈很常把这种非常小小孩送来医院 他包含就是他睡觉的时候自己在床上 他滚下床 都有都有 或者他自己走路走着就跌倒了 所以原来其实我第一个当然要盯您 是你在两岁以下 这些小孩子刚才有说 他不容易让你去问诊 或评估他的生育 所以老实说 小心照顾是最好的方式 不然两岁以下 不可能 每个妈妈一定都让孩子掉在地上过 你好好照顾他 我们两岁以下老实说 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头部电脑断绳的 适应症的年纪 但是因为他太小了 你要去做你需要做一些镇定 什么其实对孩子也是风险 所以这里就是告诉大家几个观察 第一个是假设你有目测到他是怎么受伤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的身高两倍以上那种高度下来 或者是他这个撞击 在你目测 他是当场是有短暂时序意识 这种当然是已经是很严重的撞击 大概我们检查已经跑不掉了 那如果他只是碰撞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他皮下血肿 到底大不大 如果他的皮下血肿 因为我们的头皮的血液是很丰富的 他血肿如果一下子变得非常大 那表示他的撞击力道可能够强 那再来是这个孩子不会骗人 他如果有脑出血他其实会剧烈头痛 所以他一定是哭闹而且无法安抚 那再来就是呕吐 甚至你在观察几个小时 他喂食的时候他是根本就是连吃都不想吃 甚至就是一直有坐耳心 那都是有问题的孩子 所以他的活力食欲其实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还有他不该睡的时候他会睡 我曾经就真的遇过 他掉下来他也是轻微碰到头 妈妈抱来急诊请我评估的时候 我就问他因为当时就是一个早上 我说这个时候是他睡觉的时间 他说不是 那时候我们趁现在去做头部电脑断的扫描 他刚好是镇定的 刚好是睡觉的 对 他刚好就是自然的镇定 结果那一个小孩不到一岁 那他去做扫描了 发现他的头颅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血块 对 所以其实这些征兆 照顾者其实你只要观察不对劲 不正常的事 所以食欲活力有问题就要检查 真的 好 那我们的老师 这个安东顿鸡好香 那我们就是再把一些蔬菜加进来 洋葱你想要多吃一点它的自然的原味 所以后面再加 那海鲜因为熟的块也从后面加 然后我们这红黄椒跟葱段也是最后加上来 因为我们这个洋葱 特别是我们要吃它的脆度 并不是要吃这个就是它的甜味而已 然后最后我们就加上葱段 然后剩下的这些大蒜 那你后面怎么调味它的那个酱油咸度 跟它的那个麻油香度 其实就是一点点的这个酱油下去就好 因为其他辣酱已经有一些辣了 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让它沸腾一下 再把这个香油跟那个芝麻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老师这个再让它沸腾 因为后面加的食材都容易熟 其实就好了 其实已经好了 然后我们就加上芝麻 然后再加上一些香油 好 多量的芝麻跟香油 我们就可以来试吃了 我们觉得我这种做法来讲 我觉得鸡肉比较柴一点点 可是老师这个炖这个鸡来讲 鸡里面保水性非常高 很嫩 很非常棒 那里面来讲 刚刚我觉得老师一个做法 我觉得提供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参考 就是我们在算 刚开始有人说是鲍鱼虾 然后把全部爆下去 然后老师的技巧 我也是这样做 我会留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蒜 后面再弄 因为你的蒜来讲 铅爆掉之后 它的养分会少得非常多 而且最后你再把新的蒜下去的话 它蒜位会强化 那里面很好的大部分是保留着 对抗癌是有帮助 我觉得大家可以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老师很厉害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头痛也奇奇怪怪的 我有个案例跟大家讲 这个很妙 那这一个太太是50岁左右 她糖尿病 那是有一天她就跟她太太讲 这个小孩讲说 这个妈妈好像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 当然就是看眼科 眼科跟她讲也没有什么青光眼 也没有白内上都还好 可是她就觉得怪怪的 那这个眼科医师跟她讲说 你要不要去耳鼻歐科医师看一下 因为眼球旁边就鼻痘嘛 果然耳鼻歐科医师照 那个鼻痘有阴影 那鼻痘有阴影来讲 再去做个类似去看 再做断层里面 看到一坨白白的在鼻痘里面 最深的地方 原来她就得了一种叫霉菌性鼻痘炎 就是一堆霉菌长在鼻痘里面去 然后当然那个太太就说有这种东西 有啊 我说这叫香港鼻 有没有听话 香港叫香港鼻 就是霉菌跑到里面去 这个在我免疫第一下 我糖尿病病了 或吃免疫之药的朋友来讲 偶尔会病发这东西 那手术完就好了 但是我们要讲头疼种类 大概可以分这样子 如果是原发心说 原来就发生 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话 如果说紧张性的头疼 大概都是额头的地方 或者整部会比较多一点点 如果偏头疼大家知道 可能是一边的地方 而且在方向偏头痛会有一些先兆 比如说有人会胃光 怕光流眼泪 或者说觉得好看东西 富士等等 这个偏常偏头痛 另外重新疾痛 这个很麻烦一种头疼 这种痛起来大概都在眼眶的地方 就在眼眶周围的神经 生物地方 然后再痛是不是 好像那个就是眼眶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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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 痛到最后快受不了 那眼可以是没办法 然后神经可以用很强的一些止痛药 那当然有一些神经方面 移植药物 就重新头疼 那OK这是原发性的 那另外还叫激发 就是说其他问题造成 比如说你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 或鼻痘炎 因为我们鼻腔里面神经非常复杂 所有的神经从颅底往下窜 所以所有的这些 因为鼻痘的问题感染 造成的这个神经刺激 往上面窜的话 这叫鼻痘引起的头痛 那当然高血压 高血压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在后颈部的地方 很多人会有这个状况痛 但是我也碰过有人高血压 说不是颈部痛 是前额痛 高到220 他还以为是别的问题 那另外头部创伤性的头痛 我们刚才提过很多这个状况 也是因为创伤之后 造成一些续发性的初血 那这个都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不管原发或激发 你还是要先医师判断 是哪一种的头痛 只看到理论上 它是不会一直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你只要控制在固定的药 它就不会造成 我们刚刚讲的药物性头痛 感染性脑膜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你一开始 是一些善物吸道的感染 像感冒 流感 甚至长冰乳等等 假设你在高烧三天 那中医怎么观察 我们冬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全身包得暖暖的 但是我们就可以露出一颗头 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中医说 我们中医说猪羊之气 上到头部 就是所有的血液循环 它其实贯流到我们的头部 所以头部其实是一个 血液循环贯流 很充沛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中医在看说 有一些类型的人 就是我们头部如果假设 血液工艺很充足的时候 这些肌肉就放松 相对于有一些发炎 也不太容易产生 这时候如果要产生头痛 情况就比较不容易这样 那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因为我们临床上 也蛮常在看头痛的 那就是像我有一个 大概35岁的一个家庭主妇 他来看头痛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很奇怪 每次那个 就是头痛痛起来的时候 都是很昏昏的 觉得好像头就这样 昏昏重重空空的那种感觉 他想说 那这样头痛起来的时候 他就跑去睡觉 他想说 睡一下应该比较好吧 但是他觉得睡起来之后 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更痛 因为通常我们判断 如果假设是这种昏痛 他比较偏向虚性的头痛 那这时候我就问他说 那你睡觉会不会做梦做很多啊 他就说对 他就乱梦乱梦 就是整个睡眠品质 其实也是很不好的 那时候问他说 你吹风会不会不舒服 他就说对 他吹风的时候 觉得好像头那个痛的感觉 更明显 尤其有一个状况跟我说 他说他以前 就是还没生小孩之前 他没有这个头痛的问题 他最近 他觉得在月经前后 生理起来的前后的时候 这时候那个头痛特别明显 那时候我就帮他拔麦 就发现说 其实他麦拔起来 我们中间有一个风鞋 风鞋是什么 就是其实他有点着凉 所以通常在 我刚才不是说血 如果灌流在头部 如果头部血一喜欢 攻血很充足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抵抗力 好像很强壮的样子 但是他月经前后的时候 我们中间在看那个血 是会往下行 所以脑部会缺血 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头部空虚的状况下 他很容易受到一个 外来的攻击物 就是类似我们中间说 那个就是 这时候虚就受血 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中间称为头风 就是头风的情况 像有一个类型 我们中间称为月内风 月内风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坐月子完的 这时候可能免疫力稍微不足 稍微缺血的情况下 就受凉了 那第二个是月经前后的时候 因为NC来的前后 可能有一些女生啊 年轻女生洗完头都不吹头发 这种情况下 头部也很容易着凉 所以那时候我就当下 我就跟他讲 其实我们通常遇到这个状况 我们就要请他 平常要注意那个吹风 尤其头颈部的保暖 尤其在那个月经前后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刚才说是供血不足嘛 我们中间说有一个血虚的状况 他通常反映是 他饮食可能不一定很均衡 因为气血不足嘛 可是吃了什么东西 营养工艺不足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太过疲累了 睡眠品质太少 有些人也会引发 那个血不足的状况 真的 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 只要睡眠不好 头痛都是很正常的 或者睡得不够 头痛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西门医师 有很多这个 长期头痛的观众朋友 他事实上已经跟他慢性 头痛和平共处了 那像刚刚讲这个头痛 确实很多人 他已经伴随 他连就医都不会就医 我之前就听过一个这个案例 这是一个40多岁的女生 那我们他在上班的时间 因为一个简单的车祸 就一个插状 所以当时的时候 他们就按照规矩 把他送进医院里头 去做一点基本的身体检查 那因为是轻微的插状 外观上看起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医生就想说 那就看他有什么地方 有不舒服啦 我们就准备可以出院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问他问题 他都不会正面回答他 不管问什么问题 他都是静默的 那时候医生就想说 奇怪他怎么这么冷淡 就是是被吓到了 还怎么这么冷淡 他就顺口说 那不然你有办法举右手吗 这女生就有办法举右手 这其实在我们的医学上 有一种怀疑 就是所谓的失语症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 他听得懂你的意思 他有办法理解 他有办法执行 但是他没办法讲 所以当他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是没有给他任何讯息的 在电脑断层一照就看到 在脑部有一个脑水肿 可是这个脑水肿 跟一般我们所插状的脑水肿 不太一样 也不是那么像一般车祸的鞋块 所以他就跟神经外科医生 共同商量了一下 他们最后得到结论就是 没关系 不然我们先让他降脑压 就是让脑水肿先消了 看里头到底是藏了什么东西 脑水肿一消 再去做核实共振 脑癌 后来家属才说 对 其实他一直以来 很常会跟他的这个 亲朋好友抱怨说 他会头痛 但因为这个头痛已经太久了 他根本就不觉得怎么样 反而是因为这一次的车祸 这个意外 让这个专业的医生 看到他的这个不对劲 所以最后被发现了这个脑癌 但因为这个病人最后是 算是 我觉得算喜剧收藏 就是这个脑癌是有被治疗 跟及时的得到控制的 所以如果是有头痛的人 也不要因为说 因为我这个已经这个老鸟了 我都知道这个头痛 该怎么处理 就完全放着 他可能是有一个很大疾病的 很重要的警讯 那问一下卫医师 因为头痛 这个很难量化 有些人是 这个会痛到受不了 而跑到这一个急诊室来求救的 对 那这边其实还要额外 叮零大家 因为大部分头痛 其实有时候很多病人 都会自己觉得就 疾病成良医了 所以常常会去忽视它 尤其是假设你长期有偏头痛 再加上你如果有高血压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其实你发生脑中风的机会是三倍 那我曾经遇过一个大姐 那她其实本身糖尿病高血压 那她也是很喜欢自己去 微调那个药物 因为她常常会自己量血压 那事实上我们自己量血压 有一个比较常规的时间 然后固定的时间去量 这样会比较准确 可是她只要想到 身体稍微不舒服 她就量血压 所以她总是觉得 她的血压就是高高低低 所以她会自己去调这个药物 可是久了之后她都没有想到 她的血压血糖波动这么大 很有可能跟她自己 没有好好按时定量的吃这个药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药物持续吃 你在血液里面才会有一定的浓度 医师在周围里 帮你做调整的时候才会准确 那有一次她跟着老人会去旅游 那旅游途中 因为天气热 老实说 我听她家属描述 那行程也不是很满 可是她整个过程 就是很抱怨头晕头痛 那后来在隔天 一个行程在中部 那她早上起床 应该是如果她先生早上起床的时候 她太太没起床 再叫她叫不行 就叫119送急诊 那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呼吸心跳的 我们当下帮她急救插管之后 她也很快地恢复呼吸心跳 很明显她当下应该是一个窒息 她发现她是因为意识太差 舌头厚倒她窒息了 所以我们一插管 她其实很快就恢复生命真相 可是人还是没有清醒 做了电脑断层扫脑 才发现她小脑有很大的血块 就是当下 也许在某个时间点 她脑血管破掉 她就脑出血 所以她那时候其实 血块压迫 她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她才失去生命真相 所以其实老实说 这些慢性疾病 有时候不要自己合理去解释它 还是要听从医师的医嘱 好好的控制你平常的慢性病 才不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吃鱼 吃好油 抗发炎 今天要做鱼料理 要做的是鲜菇鱼片 然后六粉丝 所以我们家常的鱼片 其实只要是一般水手可得都可以 对 今天这个是什么片 这是钓鱼片 那我曾经教过观众朋友 就是如何让它钓鱼变石斑 好 怎么变 就是你把这个钓鱼 最先要把红的部分去掉 因为红的部分它在熟了之后 它会变黑黑灰灰的 很难看 而且红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腥气的来源 所以我们把红的部分先拿刀子给它片掉 因为我今天是整条一条大的 它有一半是肚子是比较薄 那薄的话我们就直接就切片就好了 然后厚的地方就要打斜给它切片 那把它全部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子里头 我们就加一点太白粉 大概一汤匙的太白粉 然后加一茶匙的盐 然后就加水 然后在里面这样涮洗 给它这样子拉拉 然后把它的水倒掉 然后冲洗冲洗 大概冲洗三遍 这鱼就不会有那个钓鱼的味道 很多人不喜欢钓鱼 就变石斑了 就变石斑了 嫩度 真的假的 那我再问你 那你红色的钓鱼肉块片下来的怎么处理 红色钓鱼肉块它因为有心切 我们就不要了 而且钓鱼真的比较低 他以为你说红色就红烧 红色的不多 不是 而且红烧 因为酱料跟颜色都把它压下来 看不出来 其实你骗下来 你刀工好的话 你骗下来其实只有薄薄的一条 没有很深 好 来 我们来的锅 这边水滚了 这个粉丝我们是拿温水先泡过 好 水泡过之后我们把它烫到它透明就可以了 这个跟有些人烧鱼啊 也会垫豆腐是一样的 垫豆腐 对 就是说其实没有滋味的东西就需要鲜美的滋味 这两种垫底 一个是粉丝 一个是菇类 我们现在晓得我们日常饮食 菇的纤维多 对 膳食纤维很多 所以我们就拿一些菇类来垫底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另外春烫这个是菇 菇其实观众就可以斟酌调整 今天准备的刚好是新鲜的杏鲍菇跟香菇 香菇还有红旗菇三种菇 杏鲍菇在市面上贩卖的时候也常常是那个好多个一包 对 但是小家庭未必可以一口气吃得完 吃得完 对 所以各种搭配其实可以多样的应用 对 那现在我们的菇都其实你只要 如果说今天我买了一包你用不完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厨房纸巾把它包起来 不要让它出水 厨房纸巾包起来之后它可以保存比较多的日子 那我们在汆烫菇的时候放一点盐吧 好 看到菇也是回软了 也没有要打算给它烫到太老 给它烫到熟就好 算了熟它有点脆度 好 对 菇其实这个吃软烂跟吃这个熟的这个比较鲜跟脆 其实它的口感也是有差异 水分也是有差异 对 好 来 那我们现在来处理鱼了 我们把鱼放下来泡 这个鱼你在家里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酒去这个鱼的腥味 如果你没有信心骗得好是吧 没有信心对这个鱼 因为这个鱼我订的时候 是跟东门市场很好的一家店订的 它的货源就是东西都很新鲜 那我对今天这个 鱼的品质比较有信心 好 那但是如果你要降低它的腥味 你的做法就是你汆烫的汤汁 放一点米酒 米酒 然后你可以放一片葱 放一只姜 去腥 对 但是你如果放了葱姜的话 要在这个水里稍微给它煮一分钟 让葱姜的味道出来 你不能一放葱姜就放鱼 那葱姜的味道还没出来 所以你如果放葱姜就要等它一分钟 那我再问个问题 你现在在汆烫鱼片 对不对 你怎么判断你汆烫的鱼片的时间 熟了没有 对 因为做得太老也会老掉 对 通常鱼很好判断 就是它变白了就熟了 好 这么薄它变白了就熟了 变白了就熟了 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 而且这个鱼我们不要大火去滚它 滚它缩了它会比较老 所以我们今天是中火在泡它 所以你刚刚讲 那个汤水事实上也不是滚肺一直肺 不是一直肺 现在其实是约末中火 然后其实是把它泡熟的 太滚的话鱼片可能就这个老掉散掉 所以为什么你这个鱼片 其实它还juicy 还完整 对 不然很多这种薄片 很多观众朋友烫完都散掉 四分五裂 我这个腌的时候 我是因为我们洗过一些盐水 所以我们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然后放蛋白 我放了一汤匙的蛋白 然后再去抓太白粉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比较滑嫩 而且蛋白可以保护它 我跟你讲 现在镜头拍下来 真的以为一盘石斑 我现在知道你刚刚讲的梗了 你腌料的时候还不明显 它熟了之后它真的没有那个红色 红色 对 然后它真的没片就是这样子很石斑 然后因为它腌过 它那个Q弹也比较接近石斑 因为石斑的组织比较Q弹 Q弹 对 对 而且你那个红色变成灰色 你想多难看 就不会有这么白的鱼肉漂亮 好 我懂了 我懂了 这一盘石斑这个勤款真的有盘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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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你现在这个锅热油 刚刚热油我们把大蒜跟这个虾米 先爆了一下 虾米跟大蒜爆香 然后我们放糖醋 这是醋比较稍微多一点 来 我们是大蒜加上虾米 那个虾米把它剁碎 对 把它靠软了之后剁碎 然后加上糖醋 对 就是酌量的糖 就是两个糖跟醋是等比例 四汤匙糖 四汤匙醋 三汤匙糖就三汤匙醋 两个是等比例的 所以这个假设你的糖醋的比例 是两汤匙的白醋 你就对两汤匙的糖 好 那因为刚刚的虾米有咸度 现在再调酱油也有咸度 稍微加了一点盐 好 所以就是咸跟糖醋比例 观众朋友可以酌量 对 来一点胡椒粉 好 胡椒粉 所以你准备做这个淋汁 最后淋上 淋上去 让它挂上所有的食材 对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勾一点芡 太白粉勾一点芡 这个芡不要太浓 太浓的话你粉丝在下面的话 就稀到好像一坨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这粉丝调的比例比较稀一点 对 就是粉少一点 水多一点 让它有点薄芡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然后放上虾米是因为虾米也有鲜度 也有鲜度 也有鲜度 对 然后由于这整盘都是这个比较没有味道的 对 所以那一个酱料的咸度可能拉比较高 对 又放了酱油 又放了盐 明白 好 我们现在让它打成这一个酱汁 那那个太白粉跟水的比例 跟它的浓稠度 我们给镜头看 它事实上还是要有一点浓度 可是不能过浓 好 我们来一点麻油 最后我们就放我们一个颜色 给它一点红色 给它一点绿色 所以酱料这个样子刚好淋上这一整盘 好 来 我们来看 才说最后的酱汁还要让它吃到所有的粉丝里头 对 这是大菜 我们来上菜咯 它其实又酸 又甜 然后你吃到的每一个食材其实都是Q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 一个料理的一个方式 所以太厉害了 但是我今天应该只能今天吃 因为我这个我怕我不知不出 这个对我可能太难 但是有一些本身这个厉害的嘉宁主妇 其实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小小的钱你吃到的是大大的享受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是头痛 但我要特别点一种头痛 这头痛不是疾病来 是你自己来的 这个病人对我来讲算是有点可惜 他是一个开那个大卡车的司机 40多岁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有非常严重的头痛 他从以前吃是 每天头痛吃一颗紫痛药 改成一颗是两颗 后来改成吃四颗 他最后来找我钱 他其实邻居朋友刚好有一种成药 这种成药原本是感冒药 就是我们在喝的一种感冒药 可是他喝了10cc 他觉得特别好 头都不痛了 所以他开始不只喝这个感冒药 吃止痛药 他开始混搭各种药物才能止痛 可是偏偏这个疼痛 他只有在吃药完后暂时缓解 接下来就更痛 为什么我刚会说这个不是疾病 其实我们在现在发现 有一种很特殊的头痛 这头痛的名字叫做 药物过度使用型头痛 它其实有一个定义 它就是说新发的一个形态的头痛 这个头痛时间可能大约三个月 头痛的频率一个月30天 大概痛超过15天 也就是两天痛一次 那如果这个头痛 刚好跟这个药物 可能有关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介入性的治疗 那其实我听完这个病人讲 他其实做过各种检查 我们想到的各种侵入性 或者是影像检查 他大概都做了 我们大概唯一能够去推测的 可能跟他过度滥用 太高剂量的止痛药有关 药物过量型的头痛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停止 所用止痛药 可是对这种人是几乎没办法接受 这病人其实蛮可惜的 这个病人他后来他一直觉得 我给他答案不是他要的答案 那我请他去找真的疼痛科 疼痛科一直跟我讲一样的话 也不是他要的答案 所以后来他就自己 可能就变成在市面上去买 他买得到的止痛药 这个病人就没有再来找我了 可是这个就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可能到这个时间 我们不是他病人本身 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疼痛 到底有对他多困扰 但如果你的疼痛是一开始发的 我们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先去找医生 去调一个适当的药 因为止痛药理论上 它是不会一直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你只要控制在固定的药 它就不会造成 我们刚刚讲的药物性头痛 因为他的一个修复期非常长 病人的疼痛 跟这个身心理煎熬是非常的久 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头痛如果是疾病型的 提早找到 如果不是疾病型 不要自己当医生 因为可能越当头越痛 真的而且肖医师 头痛有的时候 跟生活习惯饮食 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大家现在那个饮食 跟他的睡眠影响 头痛也蛮明显的 我讲一个我的门诊的患者 他是我平常就固定在看 妇科的一个患者 然后他有一次回诊的时候 当天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肖医师怎么办 他的啄耳听不见了 然后他的头 就是一早起来 头就很炸裂的这种痛这样 那其实他来看我之前 他已经去看过耳鼻喉科 他已经去看过神经内科 后来发现 其实当天诊断出来的是 就是突发性的中风 他是一个防众业者 大概45岁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们平常啊 就是工作压力其实很大 然后还有小朋友 他就回家之后 已经可能搞定小孩之后 他就会摸一摸 他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可能追剧啊 就是看网拍 这时候他就会比较晚睡 大概他都说 他平常都是一两点睡 那因为他有小朋友嘛 一早起来又要 在小朋友去上学 所以他就7点起来 所以他平常的睡眠时间 都压缩在大概5月 5个小时左右这样 他说他发作 我就问他前一天 有做什么事情嘛 他说他前一天 就是他们跟同事去庆功 他们就很晚的时候 就弄弄弄到3、4点 就是他们有去吃那个热炒啊 他当场有很麻辣的东西 然后还喝酒这样 然后他觉得他就是回家 就觉得很累啊 倒头就睡了 所以一早起来 我刚才讲的 他就突然发现 他头痛就非常的剧烈 听不太到了这个状况 然后后来我就当场 我就帮他把麦啊 就是看他这样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麦把起来是来势汹涌 我们中间说是干火很盛 我刚才说那个火器啊 我们头部应该是 血液循环工艺很充足的地方嘛 他整个火器都往上冲了 所以这样头部的血管 它就产生一些 发炎跟循环的一些障碍 所以突发性的一些 头部的一些血管 发炎的情况就出现 那我当场也有给他量血压 发现他的血压量起来 大概190 就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给他吃了 我们中间一些清肝火的药 然后我嘱咐他一件事情 就是他这个礼拜 不能吃有加炎的东西 我请他就是 单个礼拜吃的东西都要 全部都只能吃烫过的 结果后来他下一周 回来的时候 他的确是好蛮多的 他的那个听力就恢复了 他原本有一些耳鸣 还有剩下一点点 那头痛是没有了 但是连续 我们连续追踪 治疗了一个月之后 后来就好些了 那魏医师 如果是感染引起的头痛 观众朋友也要小心检验 没错 尤其是这种状况 也常常被轻伏 我们最近常常 还是有出现一些 夏季流感的那个情形 那这里就分享一个 特别的案例 有一个年轻人 那他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 就是一些上位吸道感染症状 那他同时合并的 就是头痛 头晕 全身酸痛 那其实就是很标准的 流感的症状 那其实来 我们帮他做了快筛 和一些检验 帮他退烧之后 出来是A型流感 那其实他也吃了抗病毒药 然后请他回家自我隔离 因为他就是会头痛 肩颈酸痛 不舒服 所以其实他晚上睡不好 他要去跟他家里的长辈 拿了安眠要来吃这样 那他终于好睡了 可是人也怪异了 有些人吃了安眠 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 就是会胡言乱语 甚至会有一些梦游的症状 有些人的确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所以他的家人 也不以为意 可是这样子经过了三天 在家里其实到最后 为什么他会被送来急诊 是因为早上起床 他妈妈去叫他 他在床上眼睛睁开 可是他怎么叫他都是不动 妈妈觉得这个太奇怪了 就把他叫119送来急诊 那后来我们帮他做了 腰椎穿刺之后 发现他是脑膜炎 对 他就是病毒型的脑膜炎 那后来到家务病房去治疗 出院后虽然他有康复出院 但是也留下一点点的后遗症 因为毕竟有脑膜炎的发作 所以他其实左边的肢体 其实是不太灵活的 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种感染性脑膜炎 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你一开始 是一些上乎吸道的感染 像感冒 流感甚至肠病 等等的 假设你在高烧三天 症状没有改善 其实容易会有病发症出现 尤其是像肺炎 心肌炎 脑膜炎 等等的症状 这要特别注意 要及早送你 好 谢谢温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抹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帐号的主页 我们的影片还有精彩的片段 也会上传我们YouTube的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掃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